那我们今天该说一说关于夜间调色这个话题了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让我放出一些夜间调色的预调色包 我一直没有 因为夜间调色会牵扯到很多问题 因为我知道我的观众并不是都是使用专业相机在拍摄的人群 弹幕上大家可以说一说大家的日常拍摄的设备是什么 那比如说一般的小型设备 比如说你的手机 DJI Pocket或者是晚上的无人机拍摄 在晚上拍摄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拉高你的曝光才能让画面亮一些 但是这些小型设备拍摄的感光元件就这么小 它不可能像专业相机一样 你拉高ISO比如说到12000 就算你能拉到这么高 画面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 噪点多到吓死人 所以你会需要做一个降噪的处理 那这期节目我会说一下关于这个专业相机的夜间的调色 和小型设备的这个调色最后 作为bonus我会谈一下如果把你的 比如说有点晃的这个画面做一个小处理 让它变得稳定起来 那一定要看到最后 首先我们开始谈一下这个DSR专业相机 因为专业相机的感光元件足够大 只要不是特别黑的环境 那么就算你拉高的ISO也不会出现太多噪点 那你需要做的只是遵循我的第一期节目的那个方法 去通过看你的曝光和对比度 在这个色彩范围上的一个预知去做判断 高光不要超过100 阴影不要低于0 还有给大家提过的一个小贴士 就是为了让画面看起来更有电影感 我们在电影制作的时候 会将画面的黑色的部分拉高一点点让它发灰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会更有电影的感觉 其次就还是得回到你自己的审美上 比如说我喜欢的画面是黑色的部分偏绿一些 那我们可以从色轮上把画面的阴影部分往绿色上拉一点点 其次就是画面上暖的部分做一个单独调整 我们可以用这个DSL辅助里面的这个吸管工具 去吸附你的这个暖色的部分 那将暖色的部分比如说加的更暖一些 这样的画面会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你喜欢黑色的部分偏紫偏蓝都可以 只要不要太过都是好看的 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个小插件叫做VR发光 把它拖到你的editing里面之后 亮度预值调整到0 我们发光亮度控制在0.25到0.5中间 是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感觉 那你会感觉画面中发光的部分会有发散的效果 感觉会更好看一些 当然这个预值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尝试去多做做调整 或者是你能找到你自己更喜欢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专业相机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普罗大众的小型拍摄设备 比如说pocket或者手机或者是无人机 但是GoPro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因为电子防抖GoPro夜间效果 就算是请了室外高人也修复不了 除非你上稳定器 那我们以这个画面为例 和之前专业相机拍摄的其实是同一个影片 但是这个画面我们是用dji pocket来拍的 大家可以看到阴影部分有很多的噪点 怎么办 一般来说我们通过拉高黑色可以避免掉一些 但是这个片段噪点实在太严重 而且是有点带快撞的 我们不得不用到一款插件 但是这个插件很抱歉是付费的 效果是一流的 价钱其实并不是很贵 它叫neat video 那个网址的话 我把它放在我的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 neat video是一个专门做这个降噪的插件 这个时候当你安装好neat video之后 你在你的效果栏里面去搜索它 拖拽到你的editing之后 右边这个小图标 就是我们的这个降噪插件的效果器就会打开 框学你的这个噪点的部分点击autoprofile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自动降噪的效果 强弱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调整看看 确定之后对于一般的小噪点 这个插件是完全够用的 但是像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这么大的噪点 那我们用了比较强的这个降噪的这个数值之后 大家会发现画面涂抹的痕迹会很明显 感觉不自然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多做两步 在lumich颜色里面选择锐化 我们把锐化拉到10到20左右 让画面出现一些detail 不让涂抹痕迹太明显 之后我们需要搜索另外一个插件叫做杂色 添加一点点很细微的噪点 会让画面看起来不会这么假 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后期这样造的 给到一点自然的噪点 会让人觉得画面更自然 拖拽到editing里面之后 将杂色数量添加到10左右 那你的画面既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快撞的噪点 而且会很自然 当你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可能很多人电脑已经带不动了 别担心我们先导出 那导出之后重新载入这个新导出的片段 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我做的 就刚才关于专业相机的第一部分的 这个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调色 今天的内容可能有点多 我们需要拖淌一下 大家耐心往下看 有朋友问我就是怎么让 比如说无人机拍出来的 有一些不稳定的画面变稳定 相信无人机的各位拍出来延迟摄影 都会是这样一个通点 这是我们的观众寄给我的 很典型的一段无人机的延迟摄影 那个晃呀 怎么办 简单 同样在Premiere Pro里面 效果器里面搜索变形稳定器 拖拽到你的画面上去之后 这个系统会自动计算如何去稳定 以及需要的时间 那小贴士 因为所有的变形稳定器 不管是哪一款 都是通过对画面剪裁来达到的 所以想要画面依旧是很高 很清晰的分辨率 建议大家一定用4K以上来拍 即便有一点点裁剂 也不会大大的降低你的画面质量 等它自动处理完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画面 当然你觉得如果还不够稳定 你可以在稳定器的插件的数值里面 再做进一步的调整 那今天的内容希望不会太多 大家有做笔记吗 真心希望这期节目能对你在夜间调色上起到一定的帮助 再来就是如何在你的这个画面稳定上也能帮助到你 那我们还是一样 那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